看影片之前提醒大家 热点网站有更多内容 雪州沙亚南前天发生恐怖坠机事故之后 网上流传了多个案发现场拍到的视频和照片 看了是让人触目惊心 来到今天交通部就发文告 呼吁如果任何人士在空难发生当天 拍摄到了相关的视频或者照片 可以提交给航空事故调查局 来协助当局调查这起空难的噪音 文告当中也表明 根据国际民航组织的规定 任何初步调查报告都必须在航空事故 发生后的30天内准备好 所以当局希望目击者 可以尽快配合当局协助调查 为了更快的厘清事故的真相 沙亚南警局主任穆罕默尼巴 今天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 也透露空难调查局和美国航空专家 将在后天前往坠机现场 尝试从飞机残骸当中 调查这个飞机坠落的原因 而雪州总警长胡申则表明 所有罹难者遗体的解剖工作 昨天晚上已经完成 而事故现场的300份尸块样本 也已经送到化学局 来进行这个DNA的对比 目前已经化验了 大概30%的尸块样本 剩余的70%也会尽快地完成鉴定 雪州沙亚南罕见坠机案来到第三天 雪州总警长胡申 今天在巴生中央医院召开记者会时指出 坠机现场的300份尸块样本 已经送往化学局进行DNA对比 目前还有70%没完成鉴定 但是他承诺 当局会以最快的速度 两天内完成所有工作 除了通过DNA鉴定 胡申表示当局也利用了其他方法 包括鉴定指纹和牙齿 以便更快地识别罹难者的身份 尽管目前无法领取罹难者的遗体 但是已故彭亨州行政议员 佐哈利哈伦的遗孀 今天依然来到挺时间了解最新情况 期间他一度眼眶泛红 与一旁的亲友紧紧抱在一起 在离开时忍不住掉下眼泪 场面哀伤 至于唯一一名遗体完整的摩托骑士死者 他的家属已经完成了认领手续 并在今天早上将遗体带回家乡击达安葬 大约下午三点 他的遗体抵达双西大年清真寺 并在进行祈祷仪式之后下葬入土为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